现在出去市中心逛一逛 然后等会儿约朋友在Navi 就是米兰的运河集市那边 请他吃个午饭 然后等会儿就要回家了 周末真是转瞬即逝啊 米兰好多潮人呢 感觉自己吐爆了 现在去Navi附近的一家巴西餐厅 和朋友吃饭 我让他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我请他吃嘛 就不一定要意大利菜 因为米兰来的太多了就没那么稀罕吃什么当地菜了 就选一些本地人喜欢的东西吃 有时候本地人他们不一定喜欢吃本地的东西 我记得去波尔图的时候排名最高的一家餐厅是印度菜 然后这个巴西餐厅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在米兰有很多连锁嘛 然后它是有巴西和日本料理混合在一起的 我还没去过呢 Navi有是米兰的一条人工运河 建于1179年和16世纪之间 当初建造米兰大教堂用的大理石也是通过这条运河运输的哦 现在这里可以算是米兰最受年轻人欢迎生活气息最热闹的一个区域之一了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各种艺术品 古琢 家具 手工艺品的商贩都会聚集在运河集市 如果你有耐心在这里慢慢地逃一逃 或许会逃到宝蛋哦 哎呀妈走错路了 现在走回去要十多分钟 朋友下午还有一节烹饪课呢 不能耽误人家 都迟到了 终于到了 然后要给他们看我的那个疫苗证 Hello Hello Sorry I'm late Sorry I'm sorry Chopsteak pot Oh Oh It's something fun Oh It's like this Yeah It's so easy It's so easy It's like this Oh You need to press it Oh you need to press i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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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没一下就被我搞断了 刚才这顿饭真是吃了两个小时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周日来这家店了 因为很多人点外卖虽然东西很好吃 但是厨师他只忙着做外卖的那些了 我们坐在那里等等等等等了好久他都不上菜 嗯 其实认识这样也差不多快十年了 就十年前的一个暑假我也是一个人跑来欧洲旅行 那时候是第一次到意大利 不认识任何意大利的朋友 那时候很流行couch surfing了 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他 然后当时到他家的时候 他家里还有很多别的国家来的旅行者 也是通过他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我那时候有了很多美好的朋友 然后也是通过他了解了很多米兰有趣的东西 其实十年前我就发现他很爱做饭了 那个时候他还没开始给江人承认呢 那时候他是做一份记者的工作 那份工作他已经做了15年了 然后现在找到了这个热情所在 然后能通过自己的兴趣爱好赚钱 真的是很不错啊 那大家看看你一起下的 这室外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这室内的话还是才是要求一定要戴口罩 进入餐厅酒吧这些场合的话 一定要有疫苗卡 没有的话就不能进 哇周末超级热闹的 就很多人都说意大利治安不太好 很多小偷嘛 的确是很多小偷的 我独自旅行这么多年 唯一一次差点被偷就是在比兰 那时候还在读大学 那时候还小 然后和一个俄罗斯朋友 在地铁站坐地铁 突然就感觉我包里有手在翻 我就一个机灵 一把抓住了正在翻我包的手 就是那种人 不知道不能说的那种人 然后当时也年轻很胆小 然后我抓住别人在偷自己东西 反而自己很害怕 然后那两个小偷还骂我们 我和那个俄罗斯女孩都吓得不行 然后我们就逃走了 因为这种人作案他是一个偷 然后后面一个团伙在帮他看着他 所以我们也不敢招惹他们嘛 就逃走了 但现在已经长大了 对这种就完全不害怕了 刚才我走着走着 就感觉有一个人眼神奇怪 是不是在跟着我还是怎样 也是那种人 然后我就回头 我就直接蹬着他 没有在怕的 反正就是 后来他就走掉了 不管他是不是想要偷东西了 反正你看他一个摔样 我就不爽 我就瞪他 我就瞪他 愁你咋地 不服单挑 老子动响单车来骑一下 已经快天黑了 现在冬天天黑的好早 骑单车比坐地铁要有乐趣很多 就是工厂单车有不同的品牌 我选的这个品牌就是可以随处停的 就是说是你一定要停在指定地点 好了看看这次骑行 要多少钱 骑了24分钟 2块4 猜猜我在哪儿 是不是感觉我到村里了 什么中国的一个什么乡下村里 不要怀疑 我在米兰 时尚之都米兰 这是什么夜市吗 大家看看这Fashion 好货啊 这件绿油油的毛大衣68欧 还真的挺便宜的 有一个网客 就是我准备要离开了 然后每个周六意大利都有这种 反疫苗的游行 每周六都来哦 我晚上是没有出去了 不过就是太热闹了 好夸张 But just small room is to only 200 people in the 自从疫情以来 几乎每个周六的晚上 米兰市中心都会有反疫苗 还有反封锁的各种游行 因为这些游行 市中心的公交路线 还有时间都会有一定的更改 路段也会有一定的封锁 而且场面也很混乱呢 所以周六晚上还是避免到市中心去凑乱闹吧 短暂而美好的旅程又结束了 深更半夜我要坐车到机场去了 谢谢你们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